确的说呢是属于北方菜 也有川式的京样肉丝的做法 最早呢是盛行于北京 这刀呢稍微斜一点 把这葱的筋呢给它断掉 待会儿它嚼的时候好嚼 肉皮的这种吃法呢是东北 北京这块是鸭饼的居多 这个豆皮呢最好是焯一下水 您整整齐齐的给它码在里边就行了 好 这肉丝呢一定要顺丝 冲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 血水还有它的酸性 就给它冲出去 冲水冲到这样才能炒肉丝 姜肉丝 葱姜水少来一点点盐 拌匀之后呢加上水 给它使劲攥一攥 咱们只取其水 您使黄酱也行 使面酱也可以 都要给它蒸一下 蒸上酱的功夫呢 将那个肉丝 葱姜水分两次或者三次放 来一点盐 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 把这个水分吸收进去 家里边吃全蛋也行啊 咱们做这个肉丝成功不成功 鼓励不鼓励 咱在这一步了 可以放水淀粉 也可以放干淀粉 平常呢我就是淀粉和蛋清一起使 封油 咱们在做这之前呢 把酱小一下 香油 酱和油融合到一起 划这肉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油给它拌匀 这个呢现在咱们就是六层油温 您待会给它一打散的时候 油温就降下来了 划出来一定要是鼓励的 姜呢才能算抱得住 来一点底油 这个菜是二合油的菜 一定要酸辣油和香油 或者是花生油和香油 合着使啊 一定要合着使 这一步是炒精酱肉丝里边 比较经典的一步 小会儿熬 糖呢炒成糖稀 让它有亮度 这个糖呢现在这样就化了 不能再炒过了了啊 放酱 让它和酱充分的融合 酱香味出来 给一点盐 肉丝渐渐 让那个酱呢 充分的和肉丝融合 出锅之前点香油 好嘞 我先卷一卷啊 这样卷着吃呢 是咱北方吃吧 南方都是下饭的菜